大家好,我是大千綜合醫院小兒科主任 張道哲醫師,歡迎大家看夢TV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小兒科的插音波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小兒腦部插音波 這個是我們檢查小朋友的腦部是否先天的一些結構性的異常 特別是在早產兒部分 因為早產兒的小朋友 常常會有一些腦出血腦水腫的情況 所以我們建議一定要做腦部的插音波的檢查 第二個是小兒心臟的檢查 小兒心臟的檢查我們是會發現小朋友是否有陷阱性的一些破洞 或者一些一流的問題 因為這個部分的檢查一定要靠插音波才能夠發現到 有時候是外表是一定看不出來的 第三個是我們腹部的插音波 腹部插音波我們是要發現小朋友的幹腎 或者是疲倦之類的 是否有一些先天性的結構性的異常 這個部分我們是可以這個插音波來排除 第四個是腎臟插音波 腎臟插音波我們是要發現小朋友 一些先天性的變壓到異常 包括是腎水腫、腎腫瘤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腹部的檢查 我們就發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就避免一些遺憾的事情發生 也就是在牡子裡 最後是腎部的替身 隔壁 但是在牡子裡 我弄了 看